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发生了一起人在家中关窗 却连人带窗被台风吹走 导致坠亡的惨剧 坠亡事故发生在2020年8月4号凌晨左右 当时该小区20状11楼的业主林女士正想要关窗 但是因为外窗被风吹落 林女士不幸坠楼身亡 林女士丈夫说 当晚风太大 妻子感觉窗户被吹得摇摇晃晃 两人起身关窗 林女士去了阳台就再也没有回应 根据玉环市气象台的工作人员介绍 位于东山头的坎门站 监测到的阵风大概为15至16级 当天该小区门窗受损情况普遍 阳台窗户全部被吹落的有好几户人家 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台风天窗户的安全 甚至是建筑的质量有没有问题 都成为了大家担心的话题 今天我们也专门为此请到了两位专家 第一位是来自上海建科 第二事业部的总工程师王玲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王玲上海建科第二事业部总工程师 国家建筑工程材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上海市建筑材料及构建质量监督检验站 高级工程师 另外一位是从事门窗行业 17年的资深专家吴玉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吴玉续革中国技术副总监 门窗行业经验17年 今天两位专家 一位可以说是很多建筑 包括装修标准规范的 这个参与制定者 另外一位是直面消费者需求的 那今天我们就要从两个方面来剖析一下 玉环这个坠亡事件 究竟为什么会发生 而同样面对台风的我们 如何来判断自己家的这个窗户 是不是安全 首先我想请教一下两位 就是当时这个玉环的台风的这个状况 究竟它的风级达到多少 还有就是和这个建筑物 它本身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对于玉环线的坎门的这个地方来说 它这个基本风压值是1200帕 就是重现值是50年的这么一个风压值 根据当时的气象台的一个监测情况来看 直五到十六级风的话呢 它造成的风压的话 差不多有1690帕 那就相当于是每个平方米要承受 170公斤的这么一个力量 这是超过了这个50年的基础风压值了吗 对 但是这个的话呢 是监测的时候呢 是海面上的一个最高的一个风速 一般来说呢 就是当风吹过那个建筑物表面的时候呢 会在正面形成一个正压 然后是在那个墙角跟那个背面的区域呢 会形成负压 而这时候呢 就是在墙角的侧面 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压区 一般我们做风压计算的时候 这边的负压会取正压的1.4倍 所以这个值是非常高的 楼层越高 这个风压是越大 这个林女士家是住在11楼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其实他们受的风压是更大的 可以是有外突洋排 所以说说明这个当时的客观条件 还是确实是比较危险 但是从那个照片上来看呢 有一个关系 因为从它的一个结构层上来看 没有任何破坏 几乎看不到任何有任何影响 对于一个正常安装的一个虫 如果被吹走的话 它对结构层应该是有很明显的破坏 但是从目前这个现场来看 好像似乎是没有看到 2020年8月5号晚上 浙江玉环就坠坊事件 发布了官方通报 称这家住户 是自行将开放式阳台 改成封闭式阳台 由于改造的窗户 牢固度不够 造成门窗损坏 但是这边我们好见 这个阳台的构建仅仅只用这种塑料的膨胀螺丝和墙体相连 为台风4号台风破坏最严重的是这两个部位 第一个就是这个短角阳台 就出事情的这个阳台 第二个就是这个半圆虎的景观阳台 经过我们对原来的相关图纸查询以后 那么原来在2011年交付的时候 这两个阳台是半封闭的 原来的设计是不锈钢栏杆 下面是钢化玻璃 用户接收以后 在装修过程中进行了改造 把它封闭起来 那么从这个破坏的这个原因分析来看的话 一个这次台风非常大 像我们凯门的地方有达到16级以上 那第二个 因为这个用户在自行改造过程中 没有把这个铝合金 门舱严格地固定 所以造成这么一个结果 它原来的这个质量都是没有问题的 都是符合国家规范机图纸的要求 被吹走的也都是用户后面改造的门舱 原来的阳台结果没有任何的破坏 全封闭和半封闭 它面对这个台风的冲击 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吗 台风来的时候这个风压的话 它是要看就是室内和室外的一个风压的一个差值 如果说是半封闭的一个状态 就是栏杆的外侧以及栏杆的内侧 它的一个压力差其实是不大的 但是就是说如果是做成一个封闭式的阳台的话 外面的这个台风的风速特别大 那风速越大的话压强是越小的 室外的压强是很小 那么室内的话呢 因为是在室内的一个环境 风速比较小的情况下呢 它的压力是很大的 所以就是说封闭式的阳台 它其实是有一个 室内和室外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差的 就是说如果是全封闭的状态的话 它反而压力要大过半封闭的状态 对的 就造成的破坏性的结果可能更严重 是的 对于这个事件来看的话 因为刚才看官方的这个PCR里面 它是说是由阳台私自改造造成的 那如果没有经过私改的这些阳台 是没有出现类似的这种质量安全这种表现的话呢 那我们可能更多的关注点就应该放在改造这个改造的过程 对原来的这个结构安全有没有造成一些影响 以及它改造完成了之后 它的这个封闭式的这个结构 有没有满足我们相关规范的一些要求 吴老师 您有没有注意到其中有一个细节 就是画面里面有一个螺栓 这个螺栓在整个事件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这个螺栓其实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因为通常像这种后风阳台 应该是选于钢质膛装螺栓 还不是选用塑料膨胀螺栓 它是一个塑料螺栓 对对对 塑料膨胀螺栓按照规范当中来说 应该一般只能使用一些 使用一些小型的连接件 比如说家用电器一些固定 而且这个膨胀螺栓的安装间距也是有要求的 一般是要控制在400毫米左右 绝对不能过宽 有关栏杆的一个是 我个人认为高层风阳台 不建议拆掉这个栏杆 因为这是一个安全最后一道平章 风阳台本身已经有风险了 你再拆掉栏杆 这个东西就连最后一层保护都没有了 从这个照片上来说 我就是使用了一个外开窗 这个是不是跟造成这次悲剧 也有一定的关联性 外开窗在高层建筑上使用的话 还是存在一些隐患的 像铝合金门窗的一个技术规程 包括我们平常用的塑料门窗的 一些技术规程上面 它其实是对七层及七层以上的 一个外开窗是有要求的 比方说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玻璃 应该是有安全玻璃 而且它还需要有就是防止这个窗扇 向外坠落的这么一个就是措施 这个的话呢是全国的这个规范性的要求 但是就是有一些地方性的规范要求呢 是有禁止使用的 比方说像北京 它就禁止七层及七层以上的这个窗 是外开的 上海市的这个规范的话 是2017年的12月份开始实施的 七层及七层以上的是不宜使用外开窗 现在呢就是很多厂家在宣传自己的时候 着重于说 我这行材是断乐行材 而且是大厂家出产的 而且我是用的双层玻璃 往往更多的是说这些内容 但是对那个安全因素 往往就忽视了 普通的高层也都有一个习惯 如果可能的话能够把阳台封起来 有些注意事项 比如说原来你这个阳台上已经是封闭的 原有已经有窗户了 你只是想换一个更好的窗户 这个时候呢 因为大多个工程呢 都是采用副框安装方式的 所以你只要把原有的窗拆掉 装上新的窗 然后直接用不锈钢螺钉 你那个副框连接就可以了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 对 最简单的方式 如果说是那个厚峰阳台的话 原来是开放的 你要封闭阳台的话 首先是连接方式 窗框的连接方式要可靠 同时如果你是外秃的 有转角的位置的 比如像照片上所示的一个转角的形材 一定要考虑安装可靠 这张图片 这个拐角的位置 就是使用了转角形材 对 因为这个转角形材 由于没办法是侧面固定 只能是顶底固定 如果是检查下来 这两根转角形材 已经也是连接可靠的话 建议是尽量保留 因为后期再去安装 这根转角形材 是非常困难的 刚才也说过 就是在转角处的 那个风压是特别大的 所以说这一根是主要的一个受力感件 所以一定要连接了 对于像台风地区 或者是对风压要求比较高的地区的话 后风阳台的话 建议最好要成家提供一个抗风压计算方法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怎么样来计算 这个最主要是 对门窗构造里面的主要受力感件 进行一个力学分析 现在我们看到 比如说各种铝合金门窗 这个卖形材的 这个小的店面非常多 像这样的店它具备这样计算的能力吗 正规的厂家应该是都可以做这样的计算 强调了一个逻辑重因是正规的厂家 因为抗风压计算 其实从力学分析来说 是比较简单的一种力学分析 而且目前市面上有很多计算软件 即使没有这个软件的话 也可以通过手算 做一个这样一个计算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 有可能他也没有办法 对于他要去风阳台的这个窗户 做一个就是比较全面的一个检测 那可以就是说 向窗户的这个供应商要求 让他提供产品的检测报告 因为对于好的门窗来讲 它基础的要求就是要遮风挡雨 也就是说 在我们实验室的测试过程当中 最基础的这个门窗的水密性能 气密性能 以及它的抗风压性能 是要过关的 合格的门窗 都会经过水密性 气密性 抗风压性能三项检测 水密性能就是指 在室外刮风下雨的情况下 我室内不会进水 气密性能就是指我们的那个窗户的一个密封性能 抗风压性能是指的是 在一定的风压下面 我的窗它的树立杆件 包括它的形材啊玻璃 经过风压之后 变形量不超过允许范围 我们就给它刮风 并把它的风加到一定的压力 然后看它会不会会破坏 或者是变形量有多大 给它测出来 然后推散出来它的一个抗风压能力 实验室可以通过模拟各种极端天气 获得窗户的数据 一扇窗能抵抗多少级的风力 遇到多大的风雨会漏水 密闭性能如何 其实从它的测试数据 都可以直接体现 我们实验室最大的风量 大概能够 最大压力能承受 就是5000帕左右 5000帕呢相当于说 台风16级 可能也就1000多帕而已 上海来说 地区一般高厂 可能要求4级 大概是2.5千帕左右 然后低厂可能是2.0千帕 但是消费者并不了解的是 我们的门窗本身 就应当具备 这三项性能的测试报告 在上海工程中 使用的借助外窗 按理说 多应该经过 上海市的一个备案政策 点击报告 都包括抗风压 水面性能 气面性能 检测的结果 然而现在自行改窗 风阳台的行为非常普遍 本来按照规范施工的窗户 很可能在自己装修时 却被换成了不合适的 浙江玉环的坠亡事故 就是一个极端案例 主动向商家要求 看窗户的测试报告 是保证窗户安全的 一个重要保障 对于消费者来讲 如果说商家不能够提供 这个三项性能检测报告 那它的窗 可能是存在一定的资料隐患的 这个需要 广大消费者要提起注意 除此之外 实验数据也表明 平开窗 无论从水密性 气密性 还是抗风压性能 都要优于推拉窗 这就是一个内开窗的一个样角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市场上 一直在说的一个格勒形材 此内跟室外侧是一个金屋墙 中间是一个格勒墙 它这个格勒条是采用的一个 非金属的一个材质 所以说它可以有效地阻断掉 热的那个传导作用 除此以外大家还可以看到 就是一般来说 像内开窗上有四道胶条密封 波外胶条 波内胶条 中间密封胶条 以及框散之间的 大间密封胶条 所以它是通过一个胶条密封 而这胶条呢 是一般是橡胶制的 它的弹性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它的密封性能 大大优于推拉窗 因为密封的这个性能的好坏的话 也会影响到 它这个隔热保温的一个性能 不管是封闭阳台也好 还有就是说我们 如果说换窗户也好 这种平开的 会比推拉的这个性能要好很多 包括它的气密 水密 抗风压 那么现在你应该知道 自己家应该选用什么窗户了吗 如果你住在七层 即七层以上 根据2017年的新规定 外窗不应采用 外平开形式的窗型 如果你更注重窗户的性能 那么推拉窗的密封性 是大大低于平开窗的 对于高层来说 内开窗是兼顾安全 和性能要求的最佳选项 那之前我们注意到 有一个超强台风 估计大家都有印象啊 那就是山竹 当时我们在新闻当中看到 山竹登陆的时候呢 沿海有很多的市民 他们干脆就给自己的窗户 打上了这种米字格 就防止台风 可能会把这个窗户吹裂 我很想知道 像这样一种保护窗户的方式 它真的有效吗 其实在玻璃上面 贴胶条的这种方式 对于防台风 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因为就是说 玻璃它在经受台风的时候 它的破碎的原因 有三个 一个就是风带起来的 一些异物撞击 撞倒了玻璃的表面 让玻璃破碎 还有一种就是说 它风吹的时候呢 让玻璃产生共振 它有可能会破碎 还有一种就是说 风速很大 所以引起了室内和室外的 一个风压 压叉把这个玻璃压碎 那前面两种方式呢 就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我们也没有办法多加讨论 那如果从风压的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也有实验室 是做过一些风动的实验的 他们是拿了 五毫米厚的一个普通玻璃 放在风动实验室 来做它的一个 抗风压的一个测试 检测的结果显示是这样子 就是说 没有贴胶带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破碎时候的 这个风动的风压 是4800帕 然后呢 它贴了各种形状 比方说米字形 口字形 还有就是说做了一个满贴 那分别测出来的 这个就是承受的压强呢 反而比它没有贴胶带的 还要还要差 所以就是 这是为什么呀 因为普通玻璃 它你没有贴胶条的时候 它的硬力分布 其实是均匀的 那胶条的话 它表面因为有一定的粘性 你在这个玻璃上面 贴上了之后呢 它会改变这个玻璃的 一些硬力的分布 所以就是说 它会更容易破坏 破坏了它的均匀性 适得其反 其实在台风片当中 我们接到很多电话 都是说窗户漏水的 有没有什么简单 异形的操作方法 就解决这个漏水的问题 如果说 大家的家里面 下过雨以后 发现它的漏水部位 是在洞口和这个窗框之间的 那有可能是 因为它安装的时候 这个窗框和洞口的中间的 这个缝隙没有填满 或者是它的密封没有做好 这个是需要重新来安装窗户的 还有一种就是说 是窗框和窗上之间的 这种就是缝隙上面漏水的话 我们是可以请我们的供应商 来做一个调整 让它重新打胶 重新密封 还有一种就是说 可能它的排水孔 设置的不合理 就是大风大雨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雨水 从防水孔里面倒管进来 创伐厂它有一种小的附件 类似于防风帽一样的 一个小装置 它在室外的话 可以让排水孔的方向朝下 这样子的话 对于防雨水的倒管 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那我看到两位 也还都把胶带拿到了桌上 胶带对于防台风没有用 但是对防水是有用的是吗 胶带来说是这样的 就刚才那个王总提到的 就是如果是窗框 与墙体之间有漏水的话 目前就很多的方式是打胶 但是现在有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我们所说的 那个防水胶带的方式 防水胶带就是一般来说 就是分为自粘形 跟那个抹胶形 两种安装方式 它怎么安装呢 就是一般来说 像是这个窗框 它首先是把胶带的一端 贴在这个形材上面 然后另外一端 它可以粘接在这个 比如说这是一个结构层 粘接在结构层表面 这样就可以四周一圈 全部都满的话 就可以保证整个窗户 那实际上就密闭透风了 对的 没有就不会漏水进去了 防水胶带应该理论上来说 最好也是在安装窗户的时候贴上 后期是没有 后期最好 后期贴也可以 但是你的美观就破坏掉了 如果家里考虑要把整个窗都给换的话 可以考虑采用防水胶布的这种 安装方式 这样可以保证那个密封不漏水 所以解决任何问题 我们还是要做到未雨绸缪 那窗户本该是为我们遮风挡雨的 淋雨是家里发生的悲剧 希望能够成为每一个人 在装修时候的教训 封阳台换窗户 可以 但是切记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家住闽航区红梅路的张先生向节目组求助 他于2020年4月购买了一套二手房 同年6月开始装修 但就在装修完不到半年 天花板顶面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开裂 与此同时墙面也出现了起泡的现象 张先生发现问题后 联系了装修公司 他表示装修公司也很快上门进行了维修 但半年后开裂和起泡问题又出现了 张先生再次联系装修公司时 却迟迟得不到回复 第二次保修的时间是 二二年的六月份 当时这个时间点 还是在这个质保期内的 然后他一直没有给我们一个确切的回复 然后一直就拖 然后这个施工方的这个项目经理 就一直不做回复 2023年4月 张先生再次联系装修公司时 装修公司给出了一个让张先生意外的回复 然后我再一次的问他 我说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修 给我的回复是说 你的房子已经过了质保期了 那我们这次现在就不来了 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我觉得就很不能理解 因为确实是他一直在拖我们的这个质保的时间 然后没有在质保期内进行几时的回复 一直硬生生的拖掉了 那我不能接受 这个时候 张先生拿出当时的施工合同 条款上对于报修后的响应时间有着明确的承诺 那么在我们合同里面是非常明确的表示 以方应在甲方报修后48小时内免费上门查看 那这个响应时间和我自己经历到的这个 一直推诿和拒不来的这个情况的话 就是大相径庭 为此上海深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杨宗华做出了解释 根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的规定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两年 有防水要求的厨房 卫生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五年 张先生的房屋装修发生质量问题是在质保期内 且已经向装修公司告知要求维修 装修公司应及时无条件进行维修 因装修公司没有及时解决的 或者解决不充分的 则责任仍然在装修公司 即使现在已经过了之保期 但因装修公司但于履行自身义务 该费用仍应由装修公司承担 再次感谢两位专家 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那今天的祝家有道就到这里了 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